龙华宝塔依旧在 不见当年守塔人 直过定天来瓦塔 现在在 宋币寻宁 三年前的一个夏天 郑道华躺在窗上 畅游网络百无聊带的时候 一个名为三合人材市场的标题用而演练 就如同眼前的这一幕 它向我展示了一个 从来都不知道的世界 我开始着落迷失的 寻找各种有关三合的信息消息 从一开始的玩梗 多一天可以玩三天 兄弟别去 那是黑一场 到深入了解这个群体 我不禁发问 数年来 我整日昏昏恶恶恶 不知所终 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在经了一千多个日业之后 我决定去看看 三合到底是什么样子 三合 我来了 我不仅想到大熊的云之王国 曾云之上一定有个城吧 我待在他看着窗外 导演 femininity 其实这次来的比较匆瑁 没有进向路线规划 所以一出站我就迷失了方向 在前好目的地的过程中 我看到施工队正在对城中村进行改造 我心中感觉不好 不过我还是盘算了此次巡礼的地点 龙华公园 双方面馆 海星大酒店 三连路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路 繁茂的绒书 绿意盎然 光线透过分开的枝芽 使得绿色成员出一种渐进的效果 街道的两旁 开满了鲜花店 应运着的花香不仅让我心旷神移 连高纵与鱼儿都欢欢了起来 走出绿色长廊是一个十字路口 不悟地发现一座危恶的宝塔 这就是龙华公园了 昔日公园热闹不凡 分网取代的画面浮在脑海中 现在它是这个样子了 收拾完健康码之后 我缓步走进了公园 立在龙华十倍前 不由得生出一番感慨来 龙华宝塔依旧在 不见当年守塔人 直过定天 来往呢 圣地寻你 信不而上 有人三三两两 我来到了塔下 塔身微额挺拔 八脚零动 直冲天际 守塔人 已是人去躺空 塔旁边上的游廊上 有许多老子 他们或在一起打牌 或躺在石板上睡觉 守塔人已去 人是哪人啊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 或许或悲 只不过不是我熟悉的面孔 其实王上对三鹤大臣的看法包贫不一 有人说他们是清醒的人 看透了石碳烟凉 有人说他们好事懒惰 不死进去 没有梦想 灵魂 来冷部地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原来梦想 后来看到不太对劲 还是早前 还是早前啊 什么进工厂啊 什么 然后就跑到这里 带着一颗懵懂的心 然后扎进了这里 没想到就成这个样 回不去 真是回不去了 不归路啊 不归路 你的梦想吗 梦想 以前 现在没了 梦想了 现在没有什么梦想 你就没想过 有没有什么 做过梦想 幻想的 改变一些命运 什么都没想过 以前 想过 以前想过 现在搞不了 现在太遥远了 对 现在真的太遥远了 那些东西太遥远了 真的 不现实了 真的 你现在才27岁 你还年轻了 你打算以后 还有几十年了 几十年 你打算就没婚下去啊 我前几年也是年轻了 现在到现在还不是一无所有 那还不是一样嘛 习惯了 都这样 都习惯了 现在真的是习惯了 那你有想过 老了怎么办啊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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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死了 就死了 大人之间 我浪到 上几年 有个人对我说 一个人的梦想 包括中间的 最后呢 他就当众的喜欢 反而我的梦想 在初年之间 数次变换 在整日浑浑浑噩噩 白日发梦之中 飘忽不定 不知所踪啊 怀着这样的思绪 我离开了公园 烧封面馆 位于井河新村之中的 小巷子里 因其输出了一种 仅为四元的肉菜面 价格便宜 分量足够 并坚持不涨价 而闻名于世 烧封面馆 老板老杨 也被誉为三合信德勒 虽然 我早已知道 双封面馆已经关了 老杨也早就回了老家 但是 当我看到 这个陌生的杂货 处时 我心里还是感到惋惜 井河新村内部 已经进了找修 十分的干净 整形 华人一新 双封面馆 老婆从未存在过 其实 俺也没让他难受 如果当大臣 在罗普的时候 宅也没有一弯 弄文砖任性的法律面 我实在没心情 海信大酒店早已满清 市场外部也被封上了铁炸了 只有照片上的刺激一夕可见 老哥们早已离开 或者离开三河 或者转移到了新的地地 而三河大神这个名词也在互联网上 日渐示威 或许我该走了吧 我会再次感觉好 帮助我 孙春光和铸铸铸铸 他们也在大工程工作 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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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神